为了让卡麦隆级法国中锋恩比德加入美国南蓝 美国南蝎都付出了哪些努力 22年7月 法国领队迪奥声称 恩比德以办好国籍事宜 即将加盟法国队 等到两个月后 恩比德顺利拿到美国国籍时 美国南蝎便展开了一系列行动 在美国南蓝总经理格兰特希尔看来 这些年的孟之队缺少的就是高个内线 霍华德是美国队最后一位真正意义的中锋 但他的进攻并不像恩比德那样出色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强悍的大个子了 为此希尔联系的76人总经理埃尔顿·布兰德 安排去恩比德家中会面 在首次会面中 希尔拿自己当年的奥运经历举例 告诉恩比德如果加盟 就会和自己96年参赛时一样 场均晋胜30多分 轻松拿下金牌 因为当时队中有奥尼尔 大卫·罗宾逊和奥拉之王 而你在这支队伍中也能成为他们 等到之后一年多里 会和恩比德搞好关系 希尔每隔几天就会进行交流沟通 并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不过恩比德也没有给过确切答复 一直在权衡利弊 在此期间恩比德也没有闲着 法国主教练克莱透露 他一直在和法国对球员联系沟通 我想他肯定会加入 法国南安领队迪奥则很乐观 他表示如果不是伤病 恩比德早替我们打了欧锦赛 不过直到23年9月 恩比德的态度依旧模棱两可 法国蓝鞋主席有些坐不住 他表示最晚在10月10号将公布最终结果 面对法国方面的最后通牒 希尔立即做出反应 并在10月3日前往76人训练营 再次和恩比德相谈 这次会议希尔和恩比德聊了很多 希尔首先表明诚意 我不是给你下最后通牒的 我们还有时间 我只是希望你仅剩思考后 再做出适合自己的决定 紧接着希尔还提到了 08孟之队纪录片《救赎之队》 他告诉恩比德今年夺冠后 也有可能作为这一代孟之队成员 被人铭记许久 之后的谈话 希尔也没再谈论篮球 而是以好朋友身份 轻松谈论了很多和篮球无关 只作为朋友的话题 结束这次会面两天后 也就是希尔10月5号生日当天 他终于等来了恩比德的电话 生日快乐 我将和你们一起战斗 就此 美国男男收获了一位 笑点十足的后风 加入美国队后 恩比德确实铭记身份 他会在孟之队训练结束后 高唱美国国歌 引起在场美国人的大笑 也会在赛后采访中 拒绝回答任何法语提问的问题 每当被质疑时 还会搬出奥拉状 加入孟三的例子 为自己辩解 不过在热身赛 战胜塞尔维亚后 恩比德才终于说出心里话 现在是我人生 最美好的时光 在美国队 我不需要做太多 我只用上场打球 做一些小事就行 这样一位出生于非洲 向法国总统承诺 非法国不去的美国人 终于成为了 美国男男的最大阻碍 在今年的巴黎奥运会上 他又会为球迷们 带来怎样的节目效果呢